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,台南市白河区六西里也西英长期为书郡维护,警铃笋原的土蹄不禁风车雨淋而崩塌,眼见讯息即将到来,笋农为了保护笋原,近日已备妥大量就轮排,打算逐蹄自救,但也隐藏成为登革热并没闻温床的危险。 立委陈廷飞今天写水保局官员前往勘察,要求在迅齐前先输郡畅通水流并分二齐新竹混凝土拨砍,保护附近的笋原与龙岩果园土方不流失。 农民表示,六西段野西两侧土蹄长期输于维护而陆续瓦解,洪迅齐激流冲刷林静的笋原龙岩果园土方形成一座大池塘, 农民在园区工作均提心吊胆,只好找来就轮胎准备自立救济。 陈廷飞上午与水保局台南分局长傅桂林,六西里长张峰齐永安里长黄辉虎等人勘察后,决议先输郡河床并砍发杂木,以立宏讯息的水流顺畅。 二零阶寸原的提案将金珠混凝土拨砍,第一期工程师做150公尺,经费500万元,三重西段崩塌的土蹄将金珠二,五公尺高的混凝土拨砍, 以衔接原来的拨砍,避免激流继续冲抓果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